特加老师 在你的漫长恋爱经历当中 我没你丰富 你老拿我 你的历任女友们 有没有总是拿你和其他男人做比较 让你恼羞成怒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 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跟我说 你看看人家孟非多好 你看看你这个德性 我心打一出来 我跟他说孟非怎么了 孟非头也没有我头亮 不就做个主持人吗 然后你内心就贫富了是吧 他听完你这话 什么反应呢 他说反正我就是喜欢孟非 那算行我说我下回 我可以收回我的问话吗 很多人都爱看电影 我也爱看 我估计场上很多女孩也会爱看 来说两个或者三个 你最喜欢的电影 我最喜欢的其中有一部是佐罗 就是阿兰德龙那版的 不是那版 是就是泽大雄斯的那两版 对 一问这话就显得我有多老 那个是八十年代出的电影 你知道有八十年代出的那部电影 其实是七十年代拍的 我父母我父母提过 好了 你越说越离谱了 我我不问那问题好不好 把导演把那段写下 很深思 宣布一下正快了 坚持你的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离开 如果选择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想清楚做出最后的决定 恭喜你 我找到我的亲哥哥了 我找到我的亲哥哥了 太紧了 不要这么紧了 太紧了 看到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厌暗 跨到你说 报到美人规模 那就好 抱得下去 可以可以 他不介意我们不反对 女人其实很简单 我裙子会走光哎 大哥 你抱到 抱到台中间定一下 你会抱女人吗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 奥康特别赞助的 水晶贤新庄 爱情纪念 这不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男人这样抱我 当着这么多女人的面 其实挺紧张挺激动的 但是我很开心真的 我不是说我一直这样寻找一个静哥哥吗 我觉得他真的很符合我的那个静哥哥的标准 我也是第一次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抱一个女孩 然后我觉得她嘴很大而且还很开笑 挺俯了我那个心目中女孩的那个标准 我们去下位一把好吗 好的 下位一见